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真的呀 你想万一你要不小心 收到个清华的保送通知书 你人生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我想北大还可以 那就去吧 大部分人一生的成就远远抵不过 撒贝宁的那一句北大还行 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子 几乎一生可以用优秀二字来定义 其实撒贝宁本人当年就是靠着 主持人大下出圈的 几轮比赛下来 几个评委都不约而同的 给他打了满分 因为评委太喜欢他了 所以后来撒贝宁自称是方心纵火犯 也是很有道理啊 虽然撒贝宁是北大法律系的毕业生 并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科办的学生 但是依旧凭借实力 一毕业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主持 连董卿都要进他三分 从央视推出的一档真人秀节目 了不起的挑战开始 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撒贝宁 在观众面前展示出来了 一言一语都让内涵段子与梗齐飞 让人很难想象 这个男人就是曾经一本正经的坐在桌前 今日说法节目当中 严肃而认真的念着法律条纹的男人 这一档从1999年开始的法治节目 他也标志着撒贝宁主持生涯的开始 经常看撒贝宁节目的人 都会深深的被他的气质所吸引 需要严肃的时候表现了一本正经 需要搞笑的时候幽默而不是风朵 就拿很火爆的网络综艺 明星大侦探来说 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撒贝宁 看完这个综艺呢 你还能想到 他之前是个法治节目的主持人吗 尤其是他的经典台词 你们两个为爱情鼓过掌吗 这样一不小心就开车的主持人 真的会让你猝不及访地喜欢上他 你们两个因为爱情鼓过掌吗 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只知道我现在上面绿了 而这样拥有丰富主持经历的撒贝宁 也有被人怼到无话可说的时候 在某一期采访中 撒贝宁就对话了如今的中国首富马云 而在节目中呢 马云表示 自己从一折折九年开始 就没有拿过工资 自己对钱已经没兴趣了 最快乐的日子是当老师的时候 虽然一个月拿91块钱的工资 但心里非常满足 他在说完这段话的时候 撒贝宁在一旁苦笑 这一幕被细心的网友给捕捉到了 之后呢 便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和调侃 大家纷纷表示 自己现在的表情啊 就跟撒贝宁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 因为表情管理失控 撒贝宁被扣了工资 不情愿的他直接找到康辉求情 能不能不要再罚款了 我的家里都要穷得接不开过了 再扣钱我只能喝西北风了 而撒贝宁受到金钱暴击 可不止这一次 由央视的几位金牌主持人 康辉宁格买提张磊 以及撒贝宁一同 参与录制的旅行类节目 你好生活第二季中 几位主持人呢 也在旅行途中 谈及各自过往事 宁格买提提及大学课余时间 外出打工赚外快 基本三天便赚下4000块钱 张磊则回忆起大二的时候 机缘巧合当上车站司宜 一天收入1000至1500左右 而站在一旁的撒贝宁呢 则一脸的苦恼 单手无脸表示崩溃 大学期间的自己啊 做过活动宣传 穿着一件鸟类形状的头套 在街上人群中跳舞 一天下来 汗流浃背 工具也不过300块 不得不说 还是撒贝宁老师接地气啊 怎么了 又开始吸睛不停 突然勾起了我一段非常伤心的方式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套上那个大鸟的衣服去跳舞 他们中间每个半小时我就套上那个鸟的衣服中间 跟人互动去 耶耶耶 你忍受完所有这些脱下那个一身的汗 但是直到他说出自己的父亲是大矿主 母亲是做地毯生意的 他家一平米的地毯都要卖六万美金 而且他还表示 毕竟马云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金钱和地位 而这位中东富二代呢 完全是靠他把妈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的全部视频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